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视频走上方咨询的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啊 首先从长色来看的 这个银润通透啊 这个气血通气运才能够通啊 整个长色是不错 从手型来看的掌面见棱角 那么是属于这个筋骨质啊 那么指节呢也稍脱啊 是偏木形人啊 是筋骨质的木人啊 有筋骨质人的尖人和一礼 也有木人的多丝善蒙啊 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个 筋骨质木人啊 我们说木人分强弱啊 如果是筋骨质木人的话 是属于强木人啊 加上这个本身金星丘也不弱啊 所以说是强木人啊 强木人的话啊 能谋能断啊 这个善谋善断啊 决断力也不弱 不过纹路还是偏深刻一些啊 加上是筋骨质人啊 有一些势必攻勤偏劳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指的形态 那么手指来看呢 这个食指根部的位置 还是偏高啊 这个食指和无命指几乎是等长的 那么这个人呢 做事啊 自信心十足啊 有活力 那么小指也不短的啊 和子女缘分还是不错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个 这个指节间的建米康树文 而且米康树文呢 基本上是啊 到了小指下方是越来越深刻啊 这个越往小指方向走啊 这个流年是越往后啊 所以说到晚年的话 衣食无忧啊 小康不愁 下面我们看这个掌丘和纹路 那么掌丘来看 我们注意到这个掌面还是偏方啊 这个剑棱角 是典型的筋骨质人啊 执行能力非常强 那么掌侧呢 我们注意到有这个月秋和第二火星秋附近呢 还比较平直啊 这类人比较务实啊 比较务实 比较注重现实的力啊 不太喜欢虚无缥缈的想象和一些画大饼之类的事情啊 比较务实的一个人呢 是典型的实干家 那么掌丘来看 金星秋也不弱啊 这个特别是虎口火星秋啊 比较饱满 这类人呢 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是敢于面对啊 有勇气面对这些东西啊 所以说是是一个敢于探索 这个能够吃苦耐劳的这种筋骨质人 金星秋也不弱啊 体质加精力充沛 我们来看纹路啊 纹路是典型的川掌啊 川掌就是脑线和生命线基本上分离啊 这个感激线三大主线形成这种川字一样的纹路啊 这个纹路组合在三大主线当中呢 是一个不错的一种 一种这个川掌的纹路组合啊 那么川掌我们都知道啊 要搭配一个好的体质啊 才能够将川掌的威力发挥出来 那么好在园主呢 金星秋也不弱啊 有一个好的身体打底子啊 做底子做基础啊 那么才能够将川掌的这种啊 敢于场闯荡啊 敢于闯荡 好闯荡的这种敢闯敢干的这种个性啊 和他的这个威力啊 发挥出来啊 这是川掌和掌秋得配啊 川掌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优缺点 优缺点同样明显的一种这个手掌的纹路啊 这一般呢 做事独立能力强啊 而且呢 敢闯敢干啊 有胆识有魄力啊 利于职场和事业打拼啊 格局也开阔啊 不会说是斤斤计较啊 只是川掌人呢 在小的时候呢 还同时期容易叛逆啊 再加上本身呢 川掌人是形势容易仓促啊 这个容易犯错误啊 川掌人好闯荡的个性啊 也有些不利姻缘啊 不利姻缘和感情 那么说到感情 我们注意到这个感情线前期啊 出现倒温啊 而且呢 在中期又出现大的断开啊 那么这个是非常伤感情的啊 这个容易啊 产生这种情路不顺啊 这个特别是断开啊 这种伤害不小啊 伤害不小 情线断了 则情缘断了啊 甚至会影响到姻缘和婚姻啊 那么有婚姻甚至也会见这个分离之苦啊 从生命线来看 我们注意到这方面的信息啊 那么生命线早期呢 有一些横文的干扰 学业受限了 那么同时我们注意到在 基本上这个成年之后 基本上22到24岁左右 出现这个大横文干扰啊 这个大横文呢 就对应了这个感情线的导文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遭遇遭遇这个情伤啊 犯情伤啊 容易在感情当中的迷失自我 再加上这个年龄比较小 经验比较少啊 所以说在感情当中呢 碰见一些挫折 那么之后这条啊 十字纹啊 这条十字纹啊 生命线上的十字纹 插形的纹度 两条短线相交形成的十字纹 那么从留年来看 基本上是28到30岁左右 那么这个阶段是对应的啊 遇到的挫折 对应的是感情线的断开啊 基本上是会造成这种 婚姻破裂的局面 婚姻遇到危机啊 这是两大主线结合来看啊 再加上本身呢 那他这个结婚线是两条 几乎是等长啊 几乎是等长 而且呢 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到了尾端都下垂啊 到尾端都下垂 所以说在感情方面的 这个 这个一些结局啊 到后面的这个结果 并不是太好啊 而且呢 等长的结婚线 基本上对应的是 可以看到二婚的信息 婚姻是有分离之苦 这是感情线断开啊 对应的这个 生命线的十字纹 来结合看 看到这方面的信息 那么不过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生命线 基本上到了 从流年来看 基本上到了35到38岁左右呢 接近40岁左右呢 基本上啊 这个 纹路会慢慢的变得顺畅啊 慢慢的变得顺畅 感情也慢慢的趋于稳定啊 从这个流年来看 也可以见到后期的 有一些横文的干扰啊 这个横文的干扰啊 这个横文的干扰 其实也是跟这个事业有关系啊 基本上这个事业线 几乎是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啊 断断续续的状态啊 从流年看 基本上到了48到45到48岁 这几个这阶段呢 容易连续遇到事业方面的挫折和烦恼啊 容易出现这个事业方面的瓶颈啊 那么基本上到48岁往后呢 这个后运还是啊 这个横文消失啊 晚年运势还是不错啊 结合这个刚才讲到的小指啊 还是不错状态不错 所以晚年呢 能够和子女缘分比较深刻啊 而且能够想到子孙府啊 那么感情的动荡呢 其实从长测的这个小横文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小横文呢 基本上是可以代表是 预见一些这个感情 或者钱财方面呢 容易啊 上当受骗 难以看透人和事物的本质啊 容易出现这方面的错误 那这也是符合川长人的特质啊 川长人形势容易仓促啊 容易仓促 少了一些谋略啊 容易出现这种犯错误的这种情况啊 特别是在感情和钱财方面啊 这是整体的一个首相的分析啊 如果是个空国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